脑子有问题啊 你说什么呢 你陪我飞机我的时间 我的行李啊 刚才说什么呢 是你们这些下降认无赖 说真的 真的没他们见过谁 你刚刚说啥了啊 注意你的言语 我告诉你别再骂人了啊 一女子长期居住国外 声称不了解国内规定 拒绝接受飞机安检 声称不想被别人摸 民警感到还大言不惭地说 人家没见过世面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但是该女子一直坚持要进入安检 并且拒绝进一步的人身检查 最后与安检工作人员发生纠纷 这时该条安检通道呢 停止了大概十分钟左右 眼前这位气势汹汹的女士姓舒 被民警以及工作人员围绕着 据了解 舒女士准备从首都机场坐飞机 却在安检的时候 用手紧紧捂在胸前 拒绝工作人员的触碰 要是男性工作人员还可以理解 但明明是女性啊 怎么这么抗拒呢 机场的工作人员见状以为 舒女士对于安检的过程不了解 于是耐心地向她告知情况 可不管工作人员怎么说 舒女士就是不愿意打开双手 接受工作人员的检查 舒女士这样的行为 不仅让自己登不上飞机 也致使该条通道停止了十多分钟 后面的旅客都叫苦不迭 生怕自己赶不上飞机 最后工作人员只能将舒女士先拉到一旁 让后面的旅客能够尽快安检 时间就这么一分一秒的过去 舒女士所乘坐的飞机 已经开始语音播报 快要起飞 让没登机的旅客尽快登机 一听到这话 舒女士急了 准备强行闯过安检通道 被工作人员拦下 舒女士便开始破口大骂 将物件的原因全都怪在工作人员头上 说工作人员是下三滥没见过世面 脑子有问题 看到舒女士的态度如此恶劣 工作人员只能选择报警处理此事 那么警察到来之后 舒女士又会是怎样的态度呢 令人意外的是 见到警察到来 舒女士依旧趾高气扬 一点都没认为是自己的错误 反而在警察面前大吐苦水 表示自己不让安检是有原因的 她从小就不喜欢别人在她身上摸来摸去的 就算是女性也不行 那你一直以来是如何坐飞机的呢 舒女士高傲地表示自己一直在国外生活 国外讲究人权 不会这么对待自己 这话让人听起来也觉得有些奇怪了 就算是国外 安检也是非常严格的 有时候甚至还是拖鞋 不过是舒女士自己觉得自己高贵 非得弄出点特权而已 警察表示在国内 所有人都必须这么被检查 我在国外没有任何人敢看不起我 中国有中国的法律 对 我以后我就不来了 我以后就不回中国了 我告诉你 我在中国呢 丢脸 对方直接一句 我以后再也不会回国了 话里话外都是对祖国的嫌弃 真不知道是哪里来的优越感 这样的公民不回来也罢 省得还给大家带来不便 舒女士可能还嫌这句话力度不够大 继而对民警以及工作人员都进行了人身攻击 意思就是你们 大家都是没见过世面的 以后也别出国了 省得丢人 看到这里 不免想说一句 真的是没见过这种 明明是自己犯了错 还理直气壮到如此地步的人 难道就这么任由他说下去吗 因为舒女士一而再再而三地进行言语攻击 民警严肃地表示不允许他再骂人 没想到对方完全无视警告 表示自己就是要骂 又能怎么样 言论自由 别人无权干涉 这时候 民警说的一句话 不免让人为他鼓掌叫好 直接对一句言论自由和骂人是两码事 但舒女士依旧我行我素 表示他在国外都是这样 如果看不惯 把他抓走就好 民警要求舒女士向工作人员道歉 但对方直接表示不想说话 不愿意交流 甚至表示和大家说话他都觉得掉价 真不知道他是哪里来的优越感 就因为在国外生活过吗 看到民警录像 舒女士一副为自己讨公道的架势 明确表示让大家录像 要让全中国看见 难道还指望着全中国 来帮你一起辱骂工作人员 夸你不让安检 做得对吗 看到舒女士如此不愿意配合 民警依法将他带走 这时候 舒女士又来了一句 抬我走吧我太累了 怎么刚刚还不让人碰他 这下子又让民警抬他了 简直是牛头不对马嘴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一些 就是根据下面一些正常需求 然后改法律的这些程序 经调查舒女士 确实常年居住国外 对国内法律不了解 在工作人员的再三普法之下 对方竟然来了一句 能不能根据需求 将法律进行更改 简直是难以沟通 竟然对自己的行为 没有一丝悔改的意思 这里不免想说一句 既然如此喜欢国外 那以后不如就别回来了 最终 民警依法将舒女士 行政拘留15天 希望这次的教训 能够真正 让舒女士意识到 她的行为 有多么的不正确 那么荧幕前的你对这件事 是怎么看待的呢 欢迎屏幕下方 强赞加评论 请不吝点赞加评论